B型肝炎表面抗原会有阴阳变化 胃肠肝胆科医师康本初解释 协议中验到B型肝炎表面抗原 极为表面抗原阳性 患者又称为代源者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下 表面抗原是有可能消失 称为抗原阴性 但未必痊愈 若免疫力较差的情况 潜藏的病毒还是会清洗肝脏造成病变 B型肝炎其实是指一种病毒 叫B型肝炎病毒感染到肯肝脏 后就变成B型肝炎 它的途径分成水平肝炎 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有血液的传播 或者是体力的传染 或者是垂直传染 就是妈妈跟胎儿之间的传染 通常是生产之后透过产到传染 但它的传染就很特别 不像说感冒肠胃炎是马上会有不舒服 通常是过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才会造成症状 所以是属于慢性的感染 那怎么样知道有B型肝炎 目前我们在看诊的时候常用的一些指标 其实都是用抽血 但其实这些大家要知道是属于一个间接的证据 我们不是真的找到那个病毒 我们都看到的是表面抗原 就是病毒表面分辨的一种东西 或是表面抗体就是我们人碰到这个病毒 免疫细胞产生了一种负质 或者是核心抗体也是另外一种抗体 那这三个呢是比较常用来确认这个人身上到底有没有B型肝炎 但是都只是间接的证据 那所代表的是如果你抽到表面抗原是阳性的话 可能就是B型肝炎代源者 如果抽到是表面抗体阳性的话 那就是你有保护力 不管你是接受疫苗得到的 或者是那个感染过后得到的 那如果有核心抗体 这个核心抗体不会透过疫苗得到 应该就是感染过得到的抗体 医师举例一名30多岁的男性 从小就知道自己有B型肝炎代源 但今年公司健检发现B型肝炎表面抗原呈现阴性 好奇B型肝炎是否已经痊愈 医师认为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过去就曾经有民众检查阴性后就不追踪 最后回来就诊时已经得了肝癌 30几岁的先生上面 他这个 为什么他是原本应该就是表面抗原阳性的 那他这是变成阴性的 其实在我们人体免疫的反应之下 这些表面 不是说表面抗原原本是阳性的 应该变成表面抗原阴性的 那在我们免疫系统的状况之下 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阴转 就是功能性的痊愈 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病毒 其实还很难说 有时候肝脏内还是有B型肝炎病毒 只是狙狙下风 那当免疫力变差时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免疫力变差 是目前有一些新的药物 可能就是免疫抑制的药物 那这个表面抗原就可能抚痒 从阴转的抚痒重新查到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 人生上它的表面抗原是阴性的时候 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真的没有感染过B型肝炎 那第二个就是曾经感染过B型肝炎 但是因为免疫系统的作用 已经功能性痊愈了 大概这两种情形 那总而言之 碰到这种情形 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它虽然表面看起来 表面抗原已经阴性了 但是代表它没有B型肝炎 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 继续发生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的机会 这个就是B型肝炎感染的人怕的事情 就是半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 这个都比没有B型肝炎的人发生机会来得高 所以即使是像这个赵先生 他已经也验不到表面抗原了 还是会建议他定期要追踪、超音波、肝指数 看有没有肝硬化、肝癌的迹象 那如果你是之前没有记录 你也不知道有时候 有沒有B型肝炎表面抗原的话 那你这次验到表面抗原阴性 那你想知道到底是不是曾经感染过好了 那你可以再进一步验这个表面核心抗体 NTHBC这一下 都可以知道是不是曾经感染过 然后已经好了 那差别在就是 如果你完全没有感染过 你可以考虑打疫苗 那如果你是曾经感染过 那你就需要定期追踪 如果他有疑虑的话 当然就是需要进一步检查 那如果第一次发现就是阴性的话 也不能就当作是从来没有感染过 如果有家族死的话 比如说家人都常常会有肝病的不死的话 还是要进一步去检查 目前国健署有提供45到79岁的民众 终身一次B型肝炎筛检服务 民众可制合约 医疗院所筛检 了解自身身体状况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这三个是比较常用来 是比较好 原来是比较好